欢迎来到我们的频道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摩羯对恋人的相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 因为他们看中的并不是英俊或者美丽 个性一定要勤奋耐朗 头脑一定要深度精明 最重要的就是必须拥有一颗追求上进的心 不过 即使有了中意的目标 想要摩羯踏出爱情的第一步 他们需要积累相当大的勇气 一旦受到挫败 他们宁愿将爱情生活的精力和时间投入到工作上去 不要惊讶 很多摩羯就是这样成功的 那么今天我们来聊聊摩羯做都钟爱怎样的异性呢 摩羯男喜欢的是有一定工作能力的贤妻良母 摩羯男选择的偏好永远是以务实为导向的 他们也爱美女 也喜欢身材劲爆的辣妹 但是要排序的话 他们还是更看重对方的能力 在他们看来女人也许不需要聪明过人 但是一定要有头脑 实大体 顾大局 摩羯男对爱情非常要强 喜欢愿意听他们使唤的女生 如果不能确认将来他们能够保住一家之主的地位 他们根本不会考虑 个性认真的她喜欢自质力强 注重礼仪的女孩 她觉得意志强热的女孩是心中最理想的典型 看到别人撬掉持日生工作 而她却留下来认真打扫时 就会觉得这是一个温柔的女孩 摩羯女喜欢的是优雅绅士 摩羯女的恋人就是他们终身的依靠 所以挑选非常顺重 个性坚强又有前途的男生才是他们的目标 不择手段也要弄到手了 摩羯座的女性可以说是保守与害羞的典范 因此一般的男性想要闯入他们的心里很难 不过 如果对方若是那种会在用餐室 先帮他们脱开凳子的优雅绅士的话 结果就不一样了 他们很容易被对方体贴入微 彬彬有礼的绅士举动所倾倒 摩羯不容易喜欢上一个人 有人说摩羯对伴侣的要求太高 其实并非这样 摩羯注重的是感觉 只是那么轻描淡写的一眼 那个人已经吸引了摩羯的所有注意力 从此目光便无法转移 用一秒钟爱上一个人 然后再付出一声去忘记 摩羯就是这样的试验品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分享和订阅 这里是小星星的新作物 带你一起了解自己和12种不同的性格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